大家好 我是原子 今天為大家帶來的是王竹坑餐廳綁架案 你有沒有試過因為你心愛的人或者物件被一個人搶走 被盜寄身蒙蔽了眼睛 甚至希望那個人從此在這個世上消失呢 在1999年香港王竹坑的一間餐廳 在光天化日竟然發生了一宗綁架案 事件中的主角正正是因為對一個未滿五歲 可愛活潑的小朋友充滿病態的妒忌心 所以對他懷有不軌的企圖 究竟是因為什麼事令他對這個小朋友懷恨在心呢 他最後有得到什麼下場呢 這一切就由他的背景開始講起 本案的主角是一個留有金色長髮的男人 叫做林勝德 在1997年林勝德27歲 當年他在海洋公園工作的時候 認識了一個由內地來香港已婚的女同事 吳如萍 當時吳如萍已經育有一個三歲的兒子 羅少偉 少偉性格活潑可愛 而且也相大眼睛和圓圓的念合 非常討人歡喜 但是吳如萍和她的丈夫關係不融洽 因為她的丈夫非常好賭 經常和大二孔借錢賭錢 欠下一大筆賭債 吳如萍要照顧剛剛升讀幼稚園的兒子 已經覺得很大壓力 加上丈夫難賭和有懼債 還令她一度傷心到想自殺 不過每當她想到自己年幼的兒子少偉 不能夠缺乏她照顧的時候 就會打消自殺的念頭 雖然輕生的念頭消失 但她亦意識到自己和丈夫的關係 已經不可能再挽救 所以雖然吳如萍是人家的老婆 但是在工作的時候 仍然和林勝德相處得好像情侶一樣 在林勝德呵護鼻子之下 她漸漸對她產生好感 在另一方面 林勝德經常聽吳如萍講她老公的壞話 她每次都會內心地開解她 因為林勝德很清楚 吳如萍跟她的丈夫關係即將結束 到時她就有機會承虛而入 於是林勝德跟吳如萍講話的時候 都經常勸她盡早離開丈夫 跟她一起過新生活 在1999年初 吳如萍喜歡對難倒的丈夫忍無可忍 她聽從林勝德的勸告 正式跟丈夫離婚 之後她就搬到林勝德在元朗橫州的村屋 兩個人正式開始同居 自此 林勝德就明正言上成為了她的新歡 也開始經常接觸到吳如萍的兒子邵偉 但是她對這個小朋友一點好感都沒有 林勝德認為邵偉會阻止她和吳如萍發展感情 甚至會奪走兩個人相處的機會 所以林勝德向吳如萍表明不准她帶兒子邵偉到元朗一起住 吳如萍身為人母 雖然每個星期都會回舊居探望邵偉 但平日仍然都很掛著兒子 所以她經常在林勝德家打電話給邵偉 但是每次被林勝德發現之後 她都會打斷兩母子的通話 有一次 吳如萍請求林勝德開車接她和她的兒子邵偉出去的時候 林勝德就認為邵偉的鞋會弄髒她的車 所以她在一怒之下一邊大鬧邵偉一邊脫她的鞋 企圖將她扔出車窗外 她還說 你沒鬼用啊 這樣都哭 吃屎啦 沒鬼用 說話都說不正 吳如萍見事態不妥 如果出現阻止林勝德 她才將邵偉的鞋歸還 這件事 加上之前的種種跡象 吳如萍已經知道林勝德非常討厭自己的兒子 她向林勝德承諾 以後都會花多點時間陪對方 因為吳如萍認為男朋友林勝德對自己的兒子不滿 只是情侶之間合噪 若她花更加多時間跟她相處就可以解決問題 但是她怎麼都猜不到 林勝德心裡這份妒忌會慢慢演變成對邵偉的仇恨 在1999年5月 林勝德突然向吳如萍求婚 她認為既然兩個人已經同居 結婚都是理所當然 不過她就向吳如萍說她的家人和自己都不會接受未滿五歲的兒子邵偉 她還要求吳如萍放棄每個星期跟兒子見面的習慣 以後要減少跟兒子來往 但是吳如萍一向都很疼兒子 她又怎麼會接受這個這麼過分的要求呢 所以她不單止拒絕林勝德的要求和婚事 更加因為她提出這個要求而覺得非常之生氣 所以她就立刻決定遷出林勝德的家 不再跟她一起住 後來林勝德雖然被吳如萍拒絕 但她依然大獻恩勤 主動協助吳如萍搬屋 期間她不斷地聯絡吳如萍的好友 希望他們能獻上妙計 令對方回心轉移 可惜 無論她怎麼這麼積極挽回 吳如萍都決心跟她分開 就是這樣 林勝德將女朋友出走這個責任 全部歸垢在一個小朋友身上 她認為要追回吳如萍 就一定要除去邵偉這個障礙 所以她決定再向吳如萍求婚之前 才要令邵偉人間蒸發 在六月開始 林勝德就經常在邵偉家附近留戀 她暗中觀察邵偉和她的爸爸出入的時間 更加收集了很多封羅家的信件 當中包括了羅家的水費單、電費單等 她一方面看看吳如萍有沒有和她的前夫舒順來往 另一方面就為了監視邵偉的行蹤 終於她得知六月三十日 邵偉放學之後會由爸爸接送回家 林勝德就打算在這日 實行她的邪惡大計 在1999年六月三十日 下午五點鐘左右 邵偉的父親遇上都學校接兒子放學 但是在她不知情的情況之下 原來林勝德已經靜悄悄地跟著她來到學校門口附近 當邵偉步出學校之後 父親就馬上帶她到黃竹香村第五座的一間餐廳 父親向邵偉示意 說自己要進入餐廳賣兩個人當晚的晚餐 還吩咐兒子要在外面等候千萬不要走開 就在父親在店裡買東西吃的時候 林勝德很快地跑到餐廳門外 將邵偉抱走 當時父親在店裡 沒見到兒子被抱走這一幕 當她買完食物 離開食店之後 就發現兒子少偉不見了 還以為她只是到附近的公園玩 但是當她去到附近找兒子的時候 就發現完全不見兒子的蹤影 後來先有圖人告訴她 原來兒子少偉被一個金毛男帶走 在那時她才知道事態嚴重 馬上報警求助 警方接報之後 他們馬上搜尋藍童和同事調查家庭背景 同時 警員在黃竹坑村內和附近的街市派發尋人啟示 還召開記者招待會 呼籲市民提供線索 警方很快就發現羅庫有賭博的習慣 還因為這樣欠落超過五家銀行和財務公司的債務 款項高達幾十萬 所以警方就懷疑這件案件和羅庫的債務有關 警方在她電話上安裝了監聽器 等待綁架的人打電話來問她拿錢 第二天 即是7月1日的凌晨 林聖德去到女朋友吳玉萍站住的居所 吳玉萍發現林聖德神情慌張 而且其中一隻手受傷 林聖德就解釋是剛剛換車胎不小心弄傷 而令吳玉萍更加意外的是 一向以金色長髮示人的林聖德 在這個時候竟然展短髮 而且將髮色嫌黑 林聖德就好像變了另一個人 吳玉萍對她突然轉換形象大感奇怪 在同一天 吳玉萍想打給兒子的時候 才知道兒子已經失蹤 和警方一樣 她認為前夫是因為欠債 所以兒子被綁架追債 她配合警方提供家庭資料協助調查 當警方向她透露 根據閉路電視和圖人所描述 捉走她兒子在一個速場發的男人的時候 吳玉萍就想到昨晚林聖德古怪的行為 就懷疑她和自己兒子失蹤有關 她將這件事告訴警方之後 警方隨即以涉嫌綁架將林聖德拘捕 還安排案發時候災場的圖人進行應人 但是奸狡的林聖德已經剪短髮又染了黑色頭髮 所以就根本沒有圖人認出她就是當時的金髮男 林聖德所以都因此被警方釋放 事件到了少偉被擄走的第三日 即是7月3日 警方雖然曾經懷疑林聖德 但就沒有直接證據指向她 正當調查虎無進展之際 有漁民在青衣的聚酒灣發現一具藍童的屍體 警方到場之後 證實死者就正正是失蹤的羅少偉 她的口部手腳都被牛皮膠指緊纏 身體包紮到好像木乃伊 而且雙手的帽子都被一條膠索帶緊緊綁著 經過法醫化驗之後 推測少偉已經身亡超過48小時 同時因為屍體開始腐爛難以判斷死因 不過法醫發現屍體內含有症靜劑和安眠藥 推測她可能被迷魂之後再推到海 最後活沙沙地淹死 由羅副報案直到發現兒子少偉的屍體那幾天 羅副一直都沒有收到勒索電話 所以警方暫時排除了羅副因為欠責而兒子被綁架的方向 由於案件由失蹤案變成命案 警方不敢怠慢 於是警方再將羅副、吳玉平、林聖德三個涉案人士 帶到警署協助調查 在盤問期間 警方發現林聖德比起之前表現得更不安 延遲閃縮 所以警方將她列作最大的嫌疑人 還決定到她的村屋調查 結果警方就在她位於元朗的村屋得到了重大的發現 首先 警方在她家的垃圾桶發現一對醫學手套 另外 警方又發現林聖德家裡收了一包索帶 懷疑和綁著少偉雙手的帽子的索帶同款 之後警方將這對手套和膠索帶都帶走 交由政府的化驗師進行對比化驗 化驗結果顯示 這對手套裡面有林聖德的DNA 而手套外面就有羅少偉的DNA 證明了林聖德曾經帶上這對手套 還接觸了羅少偉 另外有發現林聖德家裡發現的膠索帶 和綁著屍體帽子的索帶是同時間生產的 除此之外 警方還在林聖德家裡發現兩堆寄給羅傅的信件 之後警方更加到林聖德經常光顧的理髮店 向理髮師進行詢問 理髮師證實案發當日 林聖德到了去店舖剪頭髮 還將她保持了幾年的長髮剪走 還將她染成黑色 理髮師心指 她呀 她好像變成了另外的人 種種跡象都顯示 林聖德先跟蹤羅傅和羅少偉 就再帶手套綁架和迷魂少偉 然後再以膠索帶和膠紙將她綁著 再將她推入海裡將她殺死 最後她更改變形象令途人難以認出 警方對手上掌握的證據充滿信心 於是就在1999年12月再次拘捕林聖德 在審訊的過程中 林聖德一直拒絕合作 將警方的指控全數否認 雖然她在審問的過程中一直表現冷靜 但仍然被警方發現她的破綻 她的口供聲稱案發當日因為工作關係身處青衣而不是王竹坑 但是警方透過她的電話位置記錄 發現她當時在王竹坑 香港仔 鴨利州一帶 令她的謊話被釋穿 沒辦法偽造不在場證據 雖然警方手持的全部都是環境證供 不過仍然對成功入罪充滿信心 在2001年10月案件正式作出裁決 最終恐慌果然成功憑環境證供入罪 林聖德綁架和謀殺罪成被判終身監禁 在宣讀裁決的時候 林聖德在犯人難中仍然神情冷靜 在場的吳如萍因為一度痛失而止 而情緒激動向她大鬧 說她化了灰都會認得她 但她仍然無動於衷 法官形容她的所作所為非常差劣 雖然追蹤對她的犯案動機和手法 只能夠揣測 但已經有足夠的證據證明她有意殺害死者 對於主控官指她是少偉為感情障礙 所以就狠下毒手 林聖德全部都否認 她更加表示自己不介意女朋友已婚和欲有兒子 反指自己對前度仍然念念不忘 根本就沒想過和吳如萍長遠發展 為了完全佔有對方 林聖德狠毒地將阻礙她的事徹底撐除 甚至是人命 而當事件被拆穿之後 她就反過來否認對對方的感情 希望可以為自己洗脫嫌疑 試問如果真是愛一個人 又怎會忍心傷害對方 看到對方傷心呢 由林聖德狠心地殺死女朋友的兒子這件事來看 林聖德愛的人並不是女朋友吳如萍 她愛的只是她自己 謝謝你收看這件案件 在下面留言告訴我你對這件案件的看法 記得like和subscribe原子檔案這個channel 我們下次再見拜拜